各位 这里有个加拿大的大妈 侧问就是加拿大的首相 为什么生活费这么贵 这位大妈有儿子有孙 单身有残疾 但是一个星期要工作75小时 现在它的水电费比按揭要付的钱 每两个星期加完费用之后 只有65元 这个生活怎么过呢 先看他的视频 接着回来讲我的看法 我的温暖和水电费 现在价钱比我更加价钱 我现在不仅仅工作75小时 我仅仅工作15小时 我仅仅工作15小时 每个月又没有人工作 是个压别人工作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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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季孙子和身體障礙 我工作至15小時 你如何是正確的 請問我付加碳 我只有65$ 每兩星期 這位 現在很明顯他們要 提議加碳稅 碳稅當然是可以 或者限制人用碳排放的各种东西 但如果你不允许代替品的话 这个变成一个附加的税 现在这个女人的水费单 我不知道她说多久 是不是一个星期一季 就是一千多些 很贵 加拿大纸 生活怎么过呢 现在我们看到在西方出现一个问题 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在增长 但是低下层的人民的收入并没有增长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自己去工业化 本来一个社会当然有各种的阶层 大部分的人都是中下阶层 上层的人永远都是少的 因此一个政府一定要有一套工作 让一些低下层可以去做 他们的资本主义里面的理论就是 那些上层人士有钱 他们就会开工厂 开其他东西 请一些低下人士来做事 于是解决了整个社会的就业问题 但是现在发展到现在 在西方来说 他们最容易赚钱的方法就是金融 金融赚钱就不需要很多低下层 你要去股票市场好 去交易所好 去做一些买卖 你不多不少都要有一定的程度 学业程度才可以做 换句话说 一些低下层 现在的工作就越来越少了 以前来说有工厂 工厂里面当然要生产东西 请大量的工人 这些蓝领阶级 以往来说 在五六十年代 美国的蓝领阶级 一个人出去做事 通常都是男人 家里太太在 照两个子女 一家四口 一个人做事 搞定了 而且生活得相当富裕 所以很多人很羡慕 可以去美国暗资来生活 时至今日 好像单身的妈妈那样 单身 有三个小朋友 加上一些外孙 要一个礼拜工作 75小时 一般来说 工作指一个礼拜四十小时 指一个礼拜五日 每天八个小时 五百小时四十 每天六星期 每天六星期 再加多八个小时 都是四十八个小时 现在工作七十五个小时 如果七十五个小时 除了七 每天都十个小时以上 如果他还要去照顾小孩 送回学科学 他真的不用睡了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已经去工业化 中下阶层的劳动已经没有了 故此 在一个家庭 一个人出来做事 搞不定之后 就两夫妻一齐出来 工作已经少了 你再推多眼出来 那个市场的劳动力更加多 竞争更加劇烈 只可以有一个结果 就是人工下降 因为这些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资本主义国家 是要为资本谋取最大的利润 而不考虑这个公司 什么都好 怎样可以服务它自己的社会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西方国家的中下层 生活越来越困难 这几年在疫情冲击之下 通货膨胀 因为他们印银子 所以货币供应上升了 这个必然结果 就是通货膨胀 这个通货膨胀 使物价更加贵 但是人工永远都追不到 如果可以半年一年追到 已经是幸运了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你不用质疑 你只会 中下阶层 生活的水准下降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例子 一个有脚麻痺的女人 单身 一个星期工作75小时 都没有办法支撑到生活 那我们社会 怎么算呢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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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待